垃圾車剛起步 正要經過十字路口 碰上車道縮減 左側一臺紅色轎車 突然一個Move朝車過去 還開窗爆出口 路上對罵還不夠 下一個路口剛好紅燈 導致衝突接連發生 放慢動作再看一次 黑衣男下車拿出一把槍 直接對著清潔員爆出口 當場嚇壞車上兩人 但這還沒完 對方似乎越響越火大 下車繼續嘛 清潔隊員遭到亮槍恐嚇 事發在二十六號下午四點多 臺中市三明路公園路口 雙方因為超車問題 衍生出行車糾紛 沒想到副駕駛座男子超兇悍 還當街兩槍 回想起事發經過 還心有餘悸 原來這是一間 臺中市環保局的 尾外搶傷 過年幫忙行運垃圾 卻碰上扼煞掏槍 真的嚇壞了 雙方因行車糾紛 下車理論 並外設恐嚇部分 警方已鎖定犯嫌 全力查棄中 嚇壞 嚇當街亮槍 警方強調一定會揪出影中人 不讓過年辛苦工作的清潔隊員 受盡委屈 靜新新聞賴文中 孫敏芳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 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 事情 並且 感谢观看